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和大家来交通,一会儿KM会交通一个感恩见证,我就会交通一段的经文。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可以一起交通,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你的恩典,你叫我们可以来到永生神的面前,你和我们有交通, 让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心底的深处,我们求你今天的同在,把我们带入你永远的福分里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我的感恩见证,就是为了神的恩典呢,他的信息和他的信实,就是保守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平安。 他一直呢,他一直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顾,他包括呢,就是很,他就是很细心的照料一些姐妹们的手术的,这个动手术还是治疗,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第二呢,第二呢,就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就是,爱心的,信心的这个行为。 第三呢,就是,对于神,对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哥哥,他的这个爱和关顾在他最近生病的里面。 就是在去年的11月21日,当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 我就是很惊讶,听到他回答的时候呢,好像没有气这样子的,对我说话。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生病了,然后他就是,有很多的痛楚,他也是身体很软弱。 我就是很惊讶,因为在两个星期之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还是好好的。 当我就是在电话里面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被,就是,被,就是,载去医院里面。 就是一个在组内的兄弟,他叫Pinket,还有呢,就是一个我的,呃,侄子的,呃,朋友。 我的哥哥呢,他时常都是很健康的,他也是非常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的。 我就是在那里想是,会不会是这个,呃,这个病毒呢? 我之后呢,就知道他原来是不舒服,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 已经感觉不舒服的。 然后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在吉能坡,她是一个护士,她就提议她应该去这个医院,去她的疾症部门去检查到底什么事情。 她就不愿意,她就不愿意。 但是当那个痛就是持续的时候呢,她就是没有办法,她就去这个医院,就五点之后,呃,下午五点之后,她就去医院了。 这个朋友呢,Pinket,他就是一个,呃,医院的顾问医生。 其实呢,他就是,呃,就是进去,呃,去看,就是这个Pinket,这个医生,就是他的,呃,这个,呃,这个大侄子他要求的。 他就可以大概的就是,呃,就是了解到我的,呃,哥哥他的身体的情况有什么问题。 而他甚至呢,呃,就是,呃,安排了轮椅,给我哥哥呢,就是到达医院的时候就可以退轮椅进医院。 而就是在,呃,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他就是,呃,已经被,就是,呃,被,就是,看诊了,然后去了医院的病房,也不需要等很久。 而第二天早上呢,就做了一个扫描,这个报告就说呢,可能是这个肠里面的这发炎。 呃,需要一个紧急的,呃,手术。 那我们那时候就祷告,希望这个,呃,手术会顺利进行。 呃,我的哥哥呢,他已经76岁,他也是有糖尿病的。 我第二个的思想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呃,信心是可以站立。 因为他只是一个初信主的,他就是去年,就是,他接受主的时间大概有一年。 我感受到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因为在他受洗之前呢,他就是要求把家里面的偶像,还是家外面的偶像都除去。 室内,室内的,他都想是,呃,呃,丢掉了,丢掉了。 I pray that,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and his testament, 那我就啊,我就是说,求神的,他的名,还有他的见证。 he will strengthen my brother and be gracious to him. 他会,呃,就是,让我的哥哥可以刚强,还有求神给他恩典。 我祷告的时候就希望这个病呢,成为就是神的荣耀的。 而之后呢,之后呢,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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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呢,他之后就陪到他进手术室。 啊,当时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探望他,因为这个,而疫情的缘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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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或者是有拒禁病毒的 一些的亏赖 诗诗哥就这么说 耶稣的爱呢 究竟如何呢 就是唯有爱心能知 我的这个侄子呢 他就 就是 驾车呢 去到我们的这个家乡 在他得到这个警方的 这个批准之后 就是因为 这个是因为呢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疫情的 这个管理 就是要受批准 才可以从一个州 去到另外一个州 我的哥哥还有两个孩子呢 是在这个新加坡 他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回到去马来西亚 去探望他 我们真是很感恩 神的恩典 因为他是听我们所有的祷告 无论是我母亲的祷告 他是我家人的祷告 他是教会里面的人的祷告 而奇妙的就是 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呢 就只是一个 普通的这个 割盲肠炎的这个手术 也没有别的这个复杂的情况 也没有别的地方是受影响的 还是受感染的 在手术之后呢 我的哥哥就做见证说 就是实在是真的是 耶稣拯救了他 因为我的父亲呢 他是糖尿病的 所以呢 他的康复是比较慢 因为睡床睡得太久呢 他的肺就 肿了就是积水 这些的肺呢 就是积了水 所以他两边的肺呢 都是要排水 还有呢 就是 如果说之后呢 他的这些 这个肠里面的一些 分泌的物体呢 也是要被 就是挂住出去 就是他的小肠呢 也没有就是正常的 就是去蠕动 所以呢 他的这个腹部那里呢 就是很多的 好像有很多东西 他的病情呢 好像又就是 就是又转饿了 在这个10月30日 就是他进医院之后的一个星期 而他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要在那天晚上呢 就为他又进行另外一个手术 我的姐姐呢 我的姐姐呢 就是被 去医院 叫他赶快去 要那里就是要批准 在那里呢 他就是告诉他说 这个手术的这个严重性 还有就是危险性 他们就一直就对他说 我们会尽我们的权利 去做这个手术 我的哥哥知道呢 他就知道是生死之间了 他就打一个一个打电话给他的孩子 就跟他们说了 就是 就是他的再见 如果就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的姐姐呢 也不 不被批准回去 就叫他留到这个医院 这个手术完成为止 他就一直在那里等 就是那晚的六点钟到 第二天早晨的六点半 然后呢 我的哥哥呢 就是 就是 从手术室被 用这个推出来了 因为在那天晚上呢 有一种 严重的车祸 所以呢 我哥哥的这个手术呢 就一再被延迟 我们也没有办法打通电话给我的姐姐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相信 还有就是寄托 依靠给神 我的姐姐呢 她就是还没有信主的 她也祷告就是求耶稣去医治我的哥哥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主呢 也是就是 站在她的身边 给她平安 她之后就告诉我们说呢 她是没有惧怕的 也没有觉得肚子饿 就算呢 她是没有这个 没有时间吃晚饭 水深写大就是 只有一罐水 一瓶水 我就记得我跟别的姐姐和母亲说 我们呢就是会 一直不住地祷告 我们就不会 胆怯 她是非常仁慈 一直过来照顾我的母亲 不知道如果什么事情发生 我的哥哥呢 就是他会安稳地在耶稣的旁边里面 我们就为着我的姐姐 还有我的哥哥的 他的第二个儿子 还有他的女儿 就会来信主 透过这些难处 正如就是经上所说 因为我们知道呢 就是凡事都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的益处 就是那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我相信主呢 是听见我的呼求 是弟兄姐妹们的导改 这个朋友Pinkit的妈妈 就是 他的妈妈就是 教我哥哥 圣经的 探员就是 被通知到 就是我哥哥的情况 当情况突然变得很糟的时候 他就叫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为我的哥哥去代求 之后呢 我就透过一个我的朋友 就是他有去叫他 帮他祷告的其中一个 而之后呢 我的朋友也告诉我说 当天晚上就为我 哥哥开刀的那个医生呢 这个医生呢 这个医生呢 就是凌晨两点到 四点半的时间里面 他是最好的手术医生 而他四年前呢 就是为这Pinkit的妈妈 就动过手术 为他妈妈呢 来做手术的 神听祷告 他也猜怕最好的医生 他就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是很感谢 我们是很感谢 很感恩的 我教主学的那一组的茶经 我教主学的那个 那一帮这边的弟兄姐妹 就是在我们亚罗斯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很就是很感动 就是当这个Pinkit的妈妈 就是他传简讯给我说 他说你的哥哥 就好像我的哥哥一样 在第二个手术之后呢 我的这个大姐姐 他就问我 怎样打告 我就求主在他里面 做更深的工作 就帮助他呢 可以就是完全地转向神 可以接受他 做他的救助 我的这个侄女呢 他就是也是转向神 我的第二个的 就是侄子呢 他的心也是更加打开的 我的还没有清楚的 这个邻居呢 他也是很受感动 也是很蒙福的 我们也就求主完成他开始了的工作 为了他的荣耀 在我的哥哥留了 在医院三个星期之后呢 医院就允许他出院了 因为他的这个伤口呢 因为他的这个伤口呢 不是完全的 愈合 所以他要每天都 进去医院呢 去处理他的这个伤口 的包 包扎 昨天呢 就是他最后一天 去医院 把他的伤口呢 就在66天之后呢 终于愈合了 我的哥哥呢 就是在手术后呢 之后呢 就学习怎样去走路 用这个 用这个 一个架 帮他走 每一次呢 去医院的时候呢 都有这个 私人的护士 去帮 就是做 帮他做 轮椅 去 带他去 之后他妇人 可以用这个 拐杖去走 之后呢 他就可以就是 驾车 可以去医院 在一路之间 去学习这个 忍耐 透过这些事情 神和他每一步 都同在 对我自己来说 我也就是学习一个 在这信心的功课里面 更深的一步 甚至就是 完全地依靠 我们这个 信实的神 无论情况呢 还是有 多么的无望 还有黑暗 我们可以时常呢 都是去 依靠他 希望 让我们呢 都是可以 蒙福 我们可以 真的是更深地 知道他 更多的依靠他 带领我们 就是 从信 守到信 做同行 就是立像加厉的同行 总结来说呢 其实真的 感谢我们的神 因为呢 他透过 第十 第五十七节 感谢神 使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胜 感谢神 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 得胜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七节 我们实在 好受感动 透过这些事情呢 我们实在是非常感动 受感动 叫我们是可以谦卑的 弟兄姐妹 我今天 想和大家 交通 一个题目 弟兄姐妹 今天我想和大家 交通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 就是 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 牧人 或者可以说 更好的牧人 这个题目就是说到 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牧人 还是说 更好的牧人 我要跟大家交通 这个信息 因为 我们当中 都有初信的 弟兄姐妹 或者会有 被信的朋友 我要跟大家交通 这个信息 我们当中 有出新的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新的朋友 所以我想 在今天 我们都知道 这个病毒 很多的 对人的 身体精神 各方面 很大的影响 我们只要这个病毒 对我们这个人 无论是精神 我们的身体 上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 在一个 很渺茫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人 是 很失望 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是很失望的 今天就想要大家读一些的经文 今天就想要大家读一些的经文 我们看一下西篇的23篇 我们看一下西篇的23篇 我读了读了 只有六节 很短 我只有用广东话读的 西篇23篇 就是读 有些人的六节 就是会用粤语读 我摆设原直 你用由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此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另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读 是约翰福音第十章 另外一段经文想跟大家读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摆计带翰福音第十章 我 wur t表现了 我们会读过中文 与有陆小学放识 我只会用粤语读 第十章 第十一节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 第四节的尾 第四节的尾那里说到 牧人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就说牧羊人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也说到一些他们不是牧人的 这个是第十节 也说到一些他们不是牧羊人的,第十节 他说到枝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这些是对羊有损害的 好像也是要来到攻击,要袭击的 另外说到好牧人是给什么给我们呢 他说是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第十节 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个好牧人给我们什么 就是叫我们来得生命 而且是得得更丰盛 我想这些经文 在十章的经文说到 这个好牧人是指导我们的主耶稣 在第十章的经文就说到这个好牧人 让我们知道是耶稣 这里就是和诗篇二三篇有不同的方面讲好牧人 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跟诗篇二十三篇那里就是不同的方面说到一个好牧人 诗篇二三篇用的也说是我的牧者 这个牧者就是那个牧人 一样的字 在第四篇二十三篇那里就说到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个牧者呢是跟牧人是同一个字 那这里讲到他在前头行的十章 在约翰福音的十章那里就说到呢 这个牧人在前头走 也就讲到他来的是给一个永生 但是不单是一个永生 那是一个丰富的生命 他就说到呢 他给我们这个不单是给我们永生 而是给我们这个更丰盛的生命 也就说到这个羊是听他的声音来跟随他 如果我们读第十章再读完这个 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我读了 二十七 二十八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刺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第二九节 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刺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他就说到不单止这个永生 也就说到这个永生是绝对的稳妥的 这里不单止是说到这个永生 也说到这个永生是绝对的稳妥的 那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 接受耶稣 作我们的牧人 在这里讲到 他给我们的永生 我们就再不会灭亡 这里说到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 就是救我们的牧人 他就是救我们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永远不能被夺去的 我们也都说到没有人 这里讲到有两个 就是他自己的手 和我们天父父神的手 没有什么 没有人能够将我们 从他的手和父的手 夺出来 抢上 说到没有东西 可以从父的手 还有主的手 没有人能从他们的手里面 把我们夺去 就说到呢 这个天父是比万有都大 他又讲到这个绝对的安全 绝对的稳妥 这个得救 这个请求 这个永远的请求 是没有 是很安稳 是很安稳 在主和父的手里面 说到这个永远的整俊 就是 非常安全 非常稳妥 是就是 永远的安稳 在主的手里 父的手里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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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章 第一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愿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再那里 叫你们也在 那里 因为福音第十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福福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愿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然后我们再读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往那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当我这个门徒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 你往那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付那里去 第四到第六节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 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付那里去 这一条路 他竟然拯救我们 他竟然拯救我们 他也都将永生给我们 主也都说到 他的父家里有很多的住住 他会帮助我们 他会帮我们去那里去 他说他会帮我们带到那里去 他现在在天上 他会说他有一次会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就带我们去 他说到呢 祖他再来的时候 就把我们带到那里 有个门徒 就不太清楚 这个话 多玛 有个门徒 这个多玛 他就是不是很清楚 这个句话 他就是说 这些的住住在哪里 怎样去呢 这个是非常之 我想我们很多 如果是听到的时候 都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去领会 可能我们听到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容易领会 你要明白 主讲的话 是一个应许 为我们预备地方 也都会带我们去 这个是一个应许来的 那主的话呢 他就说到 主 他会有预备地方 并且会把我们接去 就是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呢 正如永生的确据 不会灭亡 是一样 那么实在的 这个应许呢 就是好像这个 永生的这个确据 就是不会灭亡的 然后 就是一样的确据 那我们怎么样去呢 主耶稣就说 主耶稣就说 不是什么马路 或者用科学方法去 那是他说 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主耶稣说 不是什么马路 什么大路 不是什么科学的方法 而是主在第六节 说到我 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 父那里去 这里很清楚了 这里很清楚了 这里说到去父那里 这里说到呢 是去父那里 第二节呢 十四章第二节 讲到在父的家 十四章第二节就说到 去到父的家那里 所以耶稣那个 讲的就是 那 你去父的家 你去我为你预备的家那里 那条路呢 你才接受相信我 他就说 你需要父的家 父的家 那你去父的家 那条路呢 就是你要去接受 相信我 那我就是那个道路 真理和生命 那这个应许也都好像 永生的应许 那么确定 那这个应许呢 也是跟这个永生的应许 是一样那么的确定的 你要得着永生 不灭亡 也都是需要 借着耶稣基督 你要得到永生 你不灭亡呢 你是要借着 主耶稣基督 要去到 我为你预备的地方 在父的家的里面 也都是借着我 要去到 我为你预备的地方 就是在父的家里面 也是借着我 所以这个应许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 很实在的 事实的应许 所以这个应许 对我来说呢 我们来说 是一个实在的 一个事实的 这个应许 但是 为什么会说 这些的话 因为 那些的 他看到 他们很优秀 第一节 为什么 祖是说这样的话呢 是因为 他在第一节那里 是说 他看到他们 是心里面忧愁 无论他们忧愁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东西都会叫他们忧愁 无论他们忧愁的原因是什么 有很多东西都会使他们忧愁 或者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 我们 好像 找不到 一个满足 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找不到 更满足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耶稣就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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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个世界 忧愁 当然是忧愁了 你 就是说 如果你 就是 你就是 为这个世界忧愁 你当然是 觉得忧愁了 耶稣 你说 我就来 离开你 那 你 你会 忧愁 因为你 都不知道 熟 天 去 天 在哪里 我们的朋友 我们就是 透过这些经文 是 透过耶稣 基督的应许 我们对永生 有一个很稳固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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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对我们 会去到 父的家里面 有一个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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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的 课 朋友 我们就透过这些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对永生 是有一个 很 稳妥的 这个 确据 那我们之后呢 可以去到 这个父的家呢 也是有一个 很稳妥的 这个根据 透过交通所 又行 扑音 这些话 给我们 更 清楚 看到 这个 我们的主耶稣 其实是 很可靠 不单止 可靠 是拯救 我们的救主 我们从这 约翰福音的 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耶稣 是一个很可靠的神 他不单止是 可靠 他还是拯救 我们的救主 其实 他不是 只是拯救了 我们就放下 我们 其实 他是要 带领我们 作我们的 好母人 他不能去拯救了 我们 就放下我们 而且是 他要带领我们 做我们的好母人 但他会继续 继续 这样我们现在打开 诗篇 二十三篇 然后我们就是 打开诗篇 第二十三篇 这一篇的诗篇 这一篇 整篇的诗篇 是非常之 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诗篇 这篇的诗篇 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诗篇 其实是很短的 诗篇 只是六节 只是很短的诗篇 只有六节 是大位写的 从里面的内容 你会看到 如果你又知道 大卫一些生平 你就会看到 他又将以前 他的经历 摆进这个诗篇的里面 来描写 耶和华 是他的牧者 而我们就知道 大卫的他的生平 就知道 他是把他自己 所经历的事情 放在这篇诗篇里面 然后他如何去描述 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也都可能 虽然没有告诉我 我们知道 他是大约什么年纪 有些诗篇的学者 他们都感觉 因为大卫将他以前 很多的经历 摆进去的时候 所以大约都是 比较晚年的时候 他写 虽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写的 可是很多这些学者 就知道 觉得就是因为 他所经历的事情 就是要把那么多经历 写进去的话 就应该是在他晚年的时候 那这篇诗篇如何 容易地去默想去明白呢 那我相信第一节 就是 他的引述 就是讲到 如下第二节 第六节 怎样 耶和华 是他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就说到呢 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他必不自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其实 其实你看九月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是 耶和华的 正语 好像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其次 这里可以说是 耶和华的牧人 或者牧者 无论是呢 就是 就是说到 耶和华 以乐 还是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到 耶和华 是我牧者 那耶和华 他的名字的意思呢 反正就是说到 我是自由 拥有的神 因为他是这个 要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呢 他不像我们地上的生命 他是自由 永远的神 因为他是这个 要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呢 他不像我们地上的生命 他是有自由拥有的神 这个是耶和华的名字 当他们一路来 一路到学习 经历耶和华的时候 原来耶和华 木人 或者耶和华 为我们预备 或者耶和华 我们的义 或者耶和华 是我们的德性 他们就认识到 就是耶和华 为我们预备 耶和华是我们的命人 耶和华是 我们的义 大华 大华 很多时候看到耶和华 万军的耶和华 大华呢 他就特别 很多时候就看到 这些万军姬耶和华 一个特别是他跟哥利亚 来到 佩利士人哥利亚 来到 面对面的 来到 一个 面对面 一个的争战的时候 他就跟 哥利亚 说 我来是 奉万军之夜王的 命 来的 当他跟这个 菲利士人 哥利亚 他去征战的时候 他见到 他的时候 我就说 他是说 我奉万军之耶和华的 名而来的 他说 你不要看到我 就是什么 盔甲都没有 就是我 虽然是少年人 可是 你可以看到 我背后的那位是谁吗 他就是 万军之耶和华 他就说 耶和华 他就用 他就经历到 耶和华 自己是 牧人 然后就经历到 耶和华 他自己是牧人 那这个 也要我们 真是接受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 好牧人 带领我们 这里呢 就真是叫 我们要接受 我们的基督 基督 他是我们的 好牧人 他带领我们 你说这个牧人 在羊的前面 羊是跟着他 所以 要跟随他 你又要 信靠他 这里就说到呢 在羊 是在前面 走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 牧羊人 在前面 所以我们 做羊的 我们就是跟着他 去信靠他 因为 他是我的牧人 好牧人 我必不自缺乏 因为他 因为他 身为我们的 行为人 我们 必不自缺乏 在英文的翻译是 更加好 就知道我也 不需要 我要什么 因为我什么 都足够了 因为牧人为我预备 在地上 我们说 我什么都够了 我不需要你帮我 但这里 大卫是 看见 他经历的 实在 没错 有很多时候 有人帮他 但是 其实 是耶卧华 是他的牧者 是带领他 供应他 一切 他就说 我没有 没有什么 再有了 我没有什么 再想要 大卫呢 他可以看见 虽然有别的人 去帮助他 可是呢 他一直都是 耶和华去 帮助他 去供应他 所以他就知道 他没有什么 东西再需要的了 你可以说 就带我们认识 耶卧华 是他的牧者 怎么样 叫他 不自缺乏 这一节 就带我们 认识到 就是耶和华 他的牧者 叫我们 是不自缺乏 叫他 不自缺乏 第二节呢 就是说到 这个青草地上 还有 可安街的水边 你知道 这一章里面 也都讲到 他说他虽然 行过死阴的幽谷 在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 他就说到 他虽然走过 这个死阴的幽谷 但是这个之前 这个之前呢 就讲到 有青草地上 还有水边 我在这之前呢 就说到一次 有在这个青草地上 还有可安街的水边 但是 你知道 有青草地上 有水边 可是你知道 有青草地上 有水边 那怎样呢 牧人就说 你躺下啦 躺我啦 你安息啦 牧人就说 你睡下吧 你躺我吧 你安歇吧 这个真是 不是只是有青草地上 不是只是有水边 主说 你躺下啦 躺我休息啦 吃啦 你安歇啦 这个安歇就是rest 你安息啦 而主就说 不只是有这个青草地 也不是有这个水边 就是主教它 就是你要安歇 你要休息 你要安息 你是不是还 好像很无安息 不是啦 你躺下 你坐下啦 你休息 躺下啦 这么软熟 清草 这么美 如果你躺我就吃啦 日主已经把我们 带到这个青草地上 就是叫 我们就是 要去安歇 然后 叫我们去 冲浪的水 看着草 就可以吃 这些水边 水溪 是很安静 很安息的 他也不会带我们去呢 一些就是滚滚的 这些水里面 而是呢 就是很安歇的 这些水边 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可以高温到 四十几度的时候 如果就是有一个 可以安静的水边呢 然后你就可以去那里 就是 喝水 这个木人呢 带他们经过很多的路 这个路经过 他们很多的 不同的遭遇 就是这些路里面呢 他们也经过 很多不同的遭遇 有一段的路 那个水 好像在瀑布那样冲下来 水急得不得了 但是那里不是 他们安息的地方 可能有一段路呢 就是这个瀑布的水下来 急得不得了 可是那里不是 他们安息的地方 你知道 那里有很多 的抗野的沙漠 那里也都不是 可以躺我的地方 还有那个 就是 旷野的沙漠 那里也不是 可以安息的地方 他说 他供应我们 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我们可以说 这个清草 和水 是煮自己 他说 羊是 我是门 羊的门 他说出入 得草吃 所以说到这个清草地 这个卡案线水边呢 就说到 祝他自己 因为他说 它是门 然后就出门 进门 就是 可以来到这个清草地 就是 他会怎样的去 拯救我们 就是靠着主呢 他还是供应我们 这个属灵的食物 我不至于缺乏 是讲到 主一切的供应 在生命里面 给我们 这个丰富 这个丰富的生命 他说到 我 必不至于缺乏 一定说到 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所 他丰富的供应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 地生姐妹 很多时候呢 尤其是我们 在这个 区境 隔离里面 好像没有一些清草的地上 好像是没有一些清草的地上 你看不见有一些很安静的水 所以我们的祖呢 是我们的清草地 是我们的 可安静的水 是我们可以躺下来 我们可以安息的 所以第三次 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的灵魂里面 是苏醒 第三节就说 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我们经过 他的供应 他的喂养 他的活水 我们就恢复过来 在我们的批发 我们的困倦里面 我们经过 他的喂养 他的活水 我们就梳醒过来 原来他为自己的名 来引导我们走异路 原来他为他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这个名 真是我们看到 耶和华伊拉 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和等等 但这里我相信 也都说到 耶和华木人 这个名 耶和华 就是我们的义 这里是说到耶和华 我们的牧人 他带领我们 他为着他的名 的缘故 带领我们 他就带领我们 他就为着他的名 去带领我们 因为耶和华是义 这个是他的名 所以走的路 是他的路 一定是义路 因为耶和华它是义 所以他所走的路 肯定是义路 无论我们走过的 什么路 那里我们发觉 我们好像羊 走迷了路 或者我们偏离 我们喜欢自己的路 或许我们像羊一样 我们就是偏情几路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 都会经过一些不幸呢 但是我们遭遇的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信的耶稣 还可以经历一些的不幸呢 私人说 我不自缺乏 就因为耶和华 我说牧人 我的主耶稣基督 牧人 是绝对的可靠 没有到不自缺乏 因为 就是 我的 耶和华 我的牧人是绝对的可靠 我或者 虽然行过一条路 是我自己的路 弯曲的路 但是我的牧人又带回到 叫我行在他的异路上面 虽然我就带我自己的路 然后弯曲的路 可是我的牧人 就把我带回去他的路上面 无论我经过一切的痛苦难处 但我的牧人 我的牧人 没有离开过我 我的牧人叫我认识 当我看回以往的时候 叫我认识 其实 这些都是为我好的 就是无论我有经过的 就是我的牧人也会 给我看到这些都是为我好的 他没有离开过我们 这个牧人一直在我们前头 带领我们 所以牧人被我看到 他供应我们 带领我们 他带领我们 他陪伴我们 他陪伴我们 他就说这个死音的忧谷 在谷最底最深最深的里面 完全那个影是很黑 这个死音 这个shadow 这个影 是黑得 因为在谷最底下 是一些阳光的 他说到呢 这个就是 因为他这死音的忧谷 就是在这个谷的最底下那里 所以呢 就是说到呢 这个影呢 是影子呢 是因为没有太阳 所以就是黑得不得了 那我也都知道 这个今天 我们都已经认识了 有永生 死亡的独勾 在哪里呢 这个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我们就知道 死无权势的 虽然是一个 死瘾的忧谷 但是死亦都无权势 在我们的身上 虽然就是 一个死音的忧谷 可是呢 有些车人都说了 这个死音的 这个死的独勾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死是没有诠释的 我们是不怕招害的 这个招害的英文是 evil 是恶 这个招害的英文呢 就是恶 主说一天的难处 一天就当狗 主说一天的evil 一天的恶 一天就当狗 就好像说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主要是说到一天的恶 一天当就够了 我们跟着他 他就保守我们 我可以看到 然后再很简单的 就看到 就看到 象和肝 怎么样 这两方面 然后 我们很简单地就看到 这个杖和肝 这个杖是对付敌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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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慰 就是 在这里说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 是那个 肝 就是安慰我们 可是 诗人却说 大卫却说 是杖和肝 都安慰我 安全了 我就 因为有他的杖 有他的肝 我们都安全 安慰了 我少少走 他的肝 就会来到 带我们 而且 我们十个管教 都是叫我们 得着 安慰 就是 如果有 偏心起流的话 那他的肝 就会 就是 把我们带回羊圈 然后他的杖 也会 就是 他的管教 也会让我们 得到安慰 他是我们的主人 第五第六节 讲到 他是我们的主人 在第五第六节 就说到 他是我们的主人 主是那个host 他在敌人的面前 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host 不单是牧人 他是我们的主 请我们的 是摆设这个宴席 在敌人的面前 他不单是我们的主 他是成为 不是 他是我们的牧人 他也是成为我们的主人 他为我们摆设这个宴席 在我们的仇敌面前 就是 你不可以坐在那里 这样 享受一个宴席 但是不是 大卫王 在敌人的面前 我的主 host 他为我们摆设 一个非常好的宴席 哇 摆得好整齐 哇 你看 真是 我们可以坐在那里吃的 我们不需要害怕 通常是在敌人的面前呢 我们就可能会 匆匆的 忙忙的吃完就走了 可是呢 就是主为 他们预备的这个宴席 在主的面前 他们是可以慢慢吃 不用担心的 那这个宴席 就是主他自己 我们是可以享用主 主他是我们的宴席 也是在仇余的面前的一个见证 你可以联想到我们纪念祖 或者抹饼的聚会 可以联想到我们纪念祖 还是拜饼的聚会 是丰富的 是丰富的 因为是一个宴席来的 因为是一个宴席来的 他用油供我们的头 使我们的福杯满人 他用油交我们的头 叫我们的福杯满意 油是代表什么呢 油是代表什么呢 油是祭司昔日 他们要进入这个福祉的时候 就有油倒出来 他们的头上 这个油呢 就是在祭司七月 他们要进入服事之前呢 就是油 有油倒在他们的头上 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 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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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知道这个高 恩高 是讲到圣灵 我们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恩高是说到圣灵 而是不断地教导我们 每一次我们不敢用我们自己来到服事 就好像约翰说到我们要受这个恩高的教导 直到这个福碑满日 直到这个福碑满意 这个满日呢 有这个翻译 或者有些认识原文的 他就说这个满日其实 不是单是满的日写 而是saturated 是里面的容量 里面是保容的 他就说到呢 这个满日不单只是满的满到泻 而是它里面呢 就是保容的 里面真的好像 有一些很绿的 就是你要盘弹 你放很多盐 那些盐溶不到 你看看那个 完全的 完全的里面充满的 是圣灵 最好像 就是你要 就用盐液这个蛋 你是放那个盐 放到在那个蛋那里 直到那个盐是融化不了了 我相信在这一节里面 大卫都想到 他曾经逃避阿布萨伦的时候 你会追他的时候 我们读到有个地方那些人 就将食物 很多的食物 带给他吃 就好像我们知道 就是读到这个大卫 他被这个 亚沙罗他追赶的时候 那里就有人呢 就是带很多的食物 给他吃 给他们吃 我相信 在那里面 叫到你 多到 已经 擠出 已经 擠到门 已经 保容 就是 教理里面呢 就是 恩高 是多到呢 保容了 这样就会 出来了 就会 倒出来 那样的词呢 就会 溢出来 会倒出来 现在我们 真的要学习 这个恩高的教导 我们 都没策划到 保和了 当然 就学到这个 恩高的教导 我们也没有学习到 完全到 饱和 第六节就是一节 他说 我一生一世 就是说 无论我的 好的日子 或者我觉得 不好的日子 在这一生 在这一世里 第六节就是说 我的一生意是 无论好的日子 还是不好的日子 他说 有什么可以 跟着我呢 是因为 神的恩惠 和他的希望 对神的恩惠 神的慈爱 大卫看到 很多时候 他被敌人追赶 追到他 真的走投无路 的时候 他都被大人 追赶到 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但是他现在想到 原来 谁实在是追他 追着他 谁实在是 一直是追赶他的呢 是神的恩惠 和神的恩惠 和慈爱 两样 你都要 随着他 神的恩惠 还有神的慈爱 是两样东西 一直是随着他 这个随字 或者可以说 是追随 这个随字呢 可能是说 可以是追随他 你可以想象 两样 我右手 左手 一个是恩惠 一个是慈爱 这样陪伴我 无论是左手 还是右手 就一个是恩惠 一个是慈爱 都是追随我 我们看到背后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 就看到 原来 神的恩惠 和慈爱 在他 和我们一起 我们看到神的恩惠 神的慈爱 是与我们在一起 说到这个主人 他会请我 住在他的殿中 直到永远 就是说 这个主人呢 就是请我 到他殿中 直到永远 他说 有一天 请我们去住啊 他说到 我的父的家里面 有很多的住处 是有一天 他请我们去住 今天在地上的住屋 是暂时的 而今天的 旧处 可能是暂时的而已 他敬拜他的地方 在他的同在的时候 这个是直到永远的 敬拜他地方呢 是直到永远的 那里 不再不被人追了 但是说 我 很安全 在那里 他住在神的殿 这个是实在我的家 那里他是不再被追赶的 就是说到很安全 他住在那里 这是神的家 直到永远远远 直到永远远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叫我们不自缺乏 这叫我们是不自缺乏 是这样的 不自缺乏 是这样子的 不自缺乏 如果你想的东西 好细族 我又要一些 那些 那我就不缺乏 这个 这个不是神 真的要给你的 如果我们想一些东西的话 就是这样也不要 那样不要的时候 那样东西我也想要的时候 这不是神所给我们的 如果神是把好的给我们 更加多的是经历我们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是 我们是没有需求的 我们结束这个交通 我们祷告 感谢我们天上的父神 因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 因为我们预备更好的 就好像好牧人这样子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因为我们每一位 就感谢我们的好牧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都今天是可以去认识我们的好牧人 永远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丰富的生命 你一路带领我们 带领到直到 我们回到天家的里面 你一路地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直到我们回到天家那里 就是当你来接我们 进到父的住处的时候 就是当你来接我们 进到父的住处的时候 感谢你 我们通过奉主的名 阿们 感谢你 我们祷告 父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